锅烧意面看似简单又随处可见的平民美食 位在龙门路上的这一家店却把它变得很不一样哦 特制的浓郁汤头以及满满的配料 分量也是十分足够 而价钱却不到百元CP值可是相当的高呢 那个我们的锅烧意面它其实跟其他的锅烧意面比较不一样 是我们是专门在卖锅烧意面的 所以我们的锅烧意面从汤头到所有的食材 每一个都是自己一试再试一试再试 像那个汤头我们已经不晓得倒掉几百桶了 然后最后才试出现在的汤头 那我们那个汤头是用海鲜跟蔬菜 依照那个比例然后还有时间熬煮出来 所以原味的汤头就已经非常浓郁 比较熟和也比较属于南部的那个口味 除了原味跟一般的沙茶口味 还有店家特制的南洋风味 目前你看到这个南洋的锅烧意面 这个也是我们也试过好几种酱料的搭配 才能配出这种比较浓郁 然后又香又好吃又好喝的那个南洋口味 那所有的食材放在里面 所有的那个海鲜的咸咸食材都是放在里面 那希望它能够吸饱我们的汤汁 让原本的每个食材没有味道的 但是它都可以再加上南洋的那种浓郁的口味 老板说想做跟别人不一样的锅烧面 也说了好吃的东西不一定要很贵 所以都会去找CP值高的海鲜 加到锅烧意面里头 让顾客可以便宜的价格吃到满满的海鲜 我们在想说一般的锅烧意面 可能你看到可能就是简单的 比如说一点肉或者是几只小虾子 但我们想要呈现的是 像不是有一些什么通通锅之类的 但是那个价格老实讲真的不错吃 但是那个价格太有点太贵 那我们想说我们要锅烧意面 然后结合这些海鲜的料 但我们海鲜料也不是找那种便宜的 那我们都是有特地挑过 就是CP值比较高的海鲜 来加入我们的锅烧意面里面去熬煮 那能够呈现一碗 完全就是海鲜的锅烧意面给客人 而不是一般的锅烧意面 那就跟一般的锅烧意面 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们非常注重我们每一碗的品质 所以只要我们有看到客人快要吃到一半 或快吃完或者是要离开的时候 我们都会问客人说口味还好吗 也没有需要哪里要调整 对那目前客人的反应都还蛮不错的 老板跟店员们都是南部长大的小孩 为了生活北上打拼 可是他们觉得北部物价比较高 所以就想让北部人也能够体验到南部清明的价格 你看看这料这么多 老板是不是很阿萨利 我们几个都是南部长大的小孩子 然后想说我还记得 我刚上来台北的时候 印象最深刻就是 因为我在屏中非常喜欢吃面 然后吃一碗面的时候 讲说阳春面去台北找一碗阳春面来吃 随便看了一家店就进去 点了一碗阳春面 然后跟卤蛋 然后一碗要四十块 我很印象深刻那一碗面 真的里面只有十几根豆芽菜 跟面还有汤然后跟卤蛋 这样就快五十块 那我想说好吃的东西应该可以不用到很贵 所以我们就尽量找到一些 就是让我们可以稍微赚一点钱的食材 然后又好吃的东西来呈现给大家 我们希望能够让北部 能够享受到南部比较亲民的价钱 新北市的人口众多 有许多中南部上来打拼的人 所以店里的口味偏重 就是想让这些游子们能够怀念一下家乡味 基本上我们第一个点会选在那个山虫的部分 就是因为像我知道新北市 大部分都是中南部上来小孩子 那我想说我们这么浓郁的汤头 他们应该会比较怀念 因为南部如果他们以前吃过家乡的那些口味 其实那些味道都是比较重的 但是我们的那个重不是食权 对我们的是用浓郁来代替食权 我们的盐巴几乎放很少很少 有些几乎没有放 对然后希望能够让北部的人也能够享受到 南部的一些那个浓郁的口感 然后跟合理的价钱这样 下次来到三重想要吃到南部口味的锅烧意面 可以来到这里尝一尝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哦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请记得帮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分享 我们下次见 新北市板桥区有一家隐身在巷弄的 法式薄饼专卖店 曾经在法国留学的年轻老板说 他们家的法式薄饼结合了台湾口味料理 味道吃起来更加的丰富多元 这么有创意的做法 真的很令人感到惊喜 究竟做出来的成品是怎么样呢 你快来看看吧 那这边是我们的餐点 那其实我们的主要的餐点 都是用我们的法式薄饼去结合台湾的元素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餐点都会结合一些台湾的元素 像这一个是杀猪爪破面 那里面是用法式薄饼 跟我们的常见的沙茶 跟我们的炒面去做结合 那我们的宗旨就是希望说 我们可以借由我们的法式薄饼 结合台湾的元素 去发扬一些台湾的文化 其实让外国人知道 法式薄饼不只是法式薄饼 那它可以更吃得到台湾的一些特色元素 像沙茶就是一个我们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就也可以觉得 甚至带给台湾人来说 也不只是说只有吃火锅的时候可以吃 那甚至是在炒面里面 跟法式薄饼结合也是非常棒的 台湾的沙茶猪肉炒泡面配上薄饼 不仅好吃又有饱足感 其他像是薯饼太厚 肉松蛋饼也是店家特别推荐的人气餐点 诱人的食物香味飘出来 连路过的阿桑都会忍不住进来一探究竟 因为我们这边非常像的 我们旁边又是一些菜市场 所以会有很多阿嬷阿公这种 那他们一开始说 法式薄饼是谁啊不知道 那我们也是很难解释 那当然也是说 是可麗饼只是软的啦 所以他们一开始说 吃起来很特别啊 然后说什么 但他们对于里面放炒面也觉得非常惊艳 然后一开始觉得 小小卷这一卷 但其实里面放了一份的炒面 其实吃起来非常有饱足感 那他们也非常压抑说 吃起来其实很好吃 不像他们会觉得很欺世 其实吃起来里面 像这个沙茶里面的味道 让他们会觉得其实还蛮台式 蛮中式的料理 让他们不会觉得很疏离感 然后又不是他外表看起来这么的轻实 其实这一份的里面有一份炒面 其实吃起来也蛮有饱足感的这样子 老板说他早上的时候太忙了 所以我们特地跟他约在非营业时间采访 就是要介绍给大家在网路上 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创意早午餐料理 大部分大家还是看网路而来 很难因为很难会路过这个小巷子 对 所以其实大部分还是大家看网路而来 那看网路而来 其实大部分不外乎就还是年轻人居多 所以大部分还是年轻人来 然后觉得是说 没吃过这样子的 类似呈现这样子的料理的方式 那其实我希望年轻人说 也可以借由我们的料理去更了解说 其实有一些台湾的一些古早的料理 或是古早的酱料 其实去结合新的创意 或是新的启发 其实还是非常好吃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更重视自己的 自己像台湾的元素 或是台湾的历史这样子 不只是餐点有创意 就连店内的布置也很吸睛哦 那因为之前就是有去欧洲留学过 然后其实那时候也蛮喜欢旅行的啦 所以其实我们就有去世界各地 然后只主要是欧洲为主 所以里面那时候刚好有一些朋友 寄的明信片 跟我们自己在当时买的明信片 然后里面去做一些 当做一个布置 那希望也可以说 除了布置里面说 结合一些我们其实不只是西方 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台湾的明信片啦 我们也偷偷吃入像墾丁啊 像哪里 就希望说这不是单纯一个西式的餐厅 这希望是一个中西合并的餐厅 谁说一定要到高级餐厅 才能吃到美味的创意料理呢 这一家在巷弄内的早午餐店 让您用铜板的价格 就可以吃到丰盛的特色餐点 让台湾人可以吃到一些 更新颖的料理 那更让外国人也可以吃到 台湾在地的一些特殊口味这样子 喜欢我们影片的观众朋友 请帮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 我们下次见 今天就让小编带你们介绍这一家 位在芦州区中正路上的冰店吧 超大分量的水果冰 一个人要吃完可受难度的哦 而且你看看 这造型是不是很特别 这一道是我们古早味旺来的那个两个非常浮夸的冰 它们是整颗水果系列的 对 然后前面这一道是那个夏日凤梨园 对 那凤梨园这边我们是用凤梨 然后里面有古早味的那个香蕉青冰 然后上面有那个凤梨的果肉 再加上那个一颗那个凤梨冰淇淋 那你旁边看到这一杯 它是也是 就是我们是整颗凤梨 所以耶 这一杯是凤梨冰沙 对 然后另外你还有看到这边这一盘 这个 这个是凤梨果干 它是用低温烘制的 那是我们自己去做烘培的 那因为一般人就会觉得说 吃凤梨会咬舌头 对 所以我们的水果都是挑过也是处理过 然后甚至就是像这一小壶 这一个 它里面是凤梨糖水 那凤梨糖水是要就是我们凤梨就从挑选 然后到自己 自己就是削 然后再去熬煮 那要经过八小时 所以它的这像是 烘培的这个果干跟糖水 都是非常的费时费工 这一罐是玫瑰盐 那你会想说为什么吃冰我要加盐巴 因为它的盐度可以就是带出就是水果的甜味 它吃起来会不一样 除了招牌的凤梨之外 还有夏季不能没有的西瓜 另外这一边这一个是我们的西瓜园系列 然后它的起源就是夏天你想要的水果就是西瓜透心凉 那它一样就是我们是整颗西瓜 然后上面就是剖瓣 然后加就是凤梨球 那为什么凤梨球 因为比较好食用 比较好食用 对 然后这旁边的这个是西瓜汁 对 那另外我们这旁边附的就是这小小的这个 这个是煉乳 那因为不一样的味道 对 加入煉乳它有不一样的风味 然后一样也是有 我们吃西瓜会加盐巴 对不对 它一样就是它的甜度会三级跳 最近啊台湾食安问题多 所以老板呢都是选用天然的食材 让大家在消暑的过程当中能够吃的没有负担 现在就是新闻上有很多就是事件 就食安的问题 那食安问题就是化学添加物对人体其实是造成负担的部分 那我们是希望说除了你夏天要消暑清凉之外 就是注重一点就是天然然后比较健康的清凉消暑方法 老板真的很爱吃凤梨 你看冰里面也是放满凤梨果肉 就连糖水也是用凤梨长时间熬煮出来的 很天然原汁原味不少人都慕名而来 我喜欢吃凤梨冰 我去尝试这全台隔地的好吃的凤梨冰 那吃完回来因为我本身喜欢凤梨嘛 那我又想说当我今天我不能读书的时候 因为以前人有讲嘛 第一心第二买冰嘛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当医生 所以我下来看冰店 那我们开冰店我们要与众不同 好像外面很多的那个什么什么黑糖啊 还是说一般的像一般的刷饼那一种 那我们要如何做的跟外面的不一样 那我就想到说那我们来做凤梨冰 那你说这中间的过程当然会有就是 因为我们跟别人不同 所以变成说别人的接受度 要开始慢慢的去培养 我们有曾经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们凤梨冰 我跟我老婆在一个冬天 我们吃下不下上百斤的凤梨 因为我们就一直在熬 对这两个造型冰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有一个招牌的凤梨 它里面的凤梨就是纯手工制造 包含它的蜜凤梨跟凤梨糖水 那个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熬煮才会成型的 我们糖水与众不同 因为当客人在吃冰的时候 当客人就是当客人在吃冰的时候 就是他会吃到微微的 凤梨香味 它就是我们的糖水是凤梨糖水 我们是用凤梨下去熬煮的糖水 这就是我们的点特色 基本上来店里消费的客人 其实都还是能接受懂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有在外面敲 像说一颗的凤梨跟一颗的西瓜 其实它的成本都算蛮高的 因为我今天不是用半颗 甚至我不是说我只用西瓜浪造型 它是用一整颗的西瓜 那你说西瓜液现在假如说已经十几块的话 光西瓜的成本一颗就要一百多块了 那事实上很多人跟我讲说老板是佛心来的 因为我希望客人来这边就是吃到很满意 很多客人吃了西瓜冰之后就是感觉到说 老板这西瓜冰实在是吃的太沉了 这么热的天气就是要来碗冰小小鼠 那还不赶快来到这里尝尝美味又天然的水果冰 那喜欢我们影片的观众朋友 请记得帮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分享哦 我们下次见 在卢州区中正路上有一家很特别的披萨店哦 这里的披萨不只巨大 造型还是相当的可爱 重点是披萨花的口味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搭配呢 你想想能在披萨里面吃到这么多种口味 是不是很开心啊 而且还有个秘密藏在里头 我们现在开始介绍 然后这是我们的海龙王 海龙王的话是鲍鱼整棵下去切的 然后还有里面的是那个龙虾沙拉 然后上面有虾子白整圈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黑黑的 黑黑的上面有黑松露酱 然后有三种不同的起司 然后这是我们的起司四重奏 那四重奏我们是有四种起司 然后混合搭配 那这口感吃起来的话 起司类的披萨来讲的话 它口感会比较温和 那可是层次感会很分泌 那中间最特别它是甜披萨 然后我们这个叫做蜜蜜 那为什么叫蜜蜜呢 因为底下它是蜂蜜酱 上面是蜂蜜球去搭配的 那吃起来的话 那个上面的蜂蜜球会爆 那口感会比较特殊一点 那刚好就是六种口味咸的 搭配一个甜的披萨 那这样子吃起来的话也不会太腻 然后口感的话就是很分明的 因为我们之前有做24寸的披萨 然后也是用这个 这么大的盒子 那可是 24寸的披萨的话 我们吃六种口味 那可是它是固定的 它是固定口味 那我们可是后面想想说 其实每个客人 他们的需求不一样 而且他们喜欢就是 自己搭配不同的口味口感 那所以说我们就是 让客人自由选择 那六种口味又觉得好像 没有那么丰富 所以想说干脆就用七种口味 然后搭配就是把 七个九寸把它拼在一起 对就是我们就是最后想说 把它弄成一个花的形状好了 然后当初是因为母亲节 那母亲节要到了 想说那母亲节不会送康乃馨吗 那想说那我们弄一个花好了 那披萨花也可以当母亲节的礼物 那所以后面才会衍生出来 就是像生日聚会啊 派体啊 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庆祝的时候 可以点这么多的口味 然后一同来庆祝这样子 店里受欢迎的不单单只有披萨 炸鸡也是深受顾客的喜爱 你看到满满的肉汁 是不是已经流口水了呢 我们炸鸡的话 这是我们的大四喜 然后我们先从最原始的就是 美式炸鸡 那美式炸鸡的话就是皮要脆 那我们这个美式炸鸡的话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脆皮 可是我们脆皮 不会说像外面的那种果粉 很多很厚 我们是比较偏向于比较薄皮 然后吃的话可以吃到肉的原味 然后我们鸡肉的话都是 早市采买的新鲜鸡肉 然后去腌制 那这个美式炸鸡的话可以看一下 这个多汁的程度是非常多汁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炸鸡粉 这个炸鸡粉的话就是可以撒在肉上面 那吃起来的话就是可以增加肉的那个 就是沉湿感 然后吃起来会更好吃 然后再来的话这个是我们的韩式炸鸡 那韩式炸鸡上面裹的是我们自己特调的韩式酱 那韩式酱的话 然后韩式酱的话就是它微辣 然后甜甜的 然后吃起来的话它不会太腻口 对 然后一样就是 我们的鸡肉的话本身就是 都是多汁的 那个汁甚至后面会滴 然后再来的话是我们的炭烧口味 这是我们的炭烧 那炭烧的话它吃起来就是比较 比较重口味一点 就是爱吃重口味的人 然后吃就是 它的炭烧的味道会比较丰富一点 然后会有一个炭味 可是它不是拿去烤 它是我们调的那个酱的过程之中 它是有炭烧的那一种感觉 还在冒烟呢 那再介绍这个我们的重头戏 这个是我们的麻辣口味 这个是麻辣 那麻辣的话 我们当初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 是我们去吃麻辣火锅 那觉得说麻辣火锅的味道 应该可以放在我们炸鸡上面 那应该还蛮酷的 那所以说我们去研究了这个麻辣酱 那可是这麻辣酱颠覆了 就是我们当初美式的设计 美式是要酥脆 可是我们麻辣酱当吸附在这个炸鸡上面的时候 它的那个味 它那个饼皮的味道是 是比较Q软的 然后酱汁是两倍吸附在这上面 所以说你可以完完全全吃到麻辣火锅的那一种 就是风味 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上班生活 老板毅然决定转换跑道 想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但是隔行如隔山 从一开始的红豆饼 卖饼再到现在的披萨 全都是自学研发 唯一的老师就是Google 转换跑道嘛 因为我们当初都是 就是在银行 银行就是体系 然后我老婆是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助理这样子 那其实当初因为大环境 大环境改变很剧烈 那其实在办公室文化对我们 对我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说我比较想要 喜欢做吃的 对那所以说我一直都是从 就是在找吃的东西 然后希望说能够 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 那可是我们手头资金有限 所以说我们一直一直都是 在找寻我们能够在这个世道 能够生存的一个根基就对了 然后最后找到我们的一片田这样子 无如其来的想法 让他们走上这座披萨的路 不断的研发改良 藉由顾客的反应 慢慢修改味道 有一天睡觉醒来 我老婆就说 那就是为什么不卖披萨 然后我也觉得说 对我们就卖披萨吧 我们就去买一台很大的烤箱 然后就开始我们披萨的路 那可是我们不会做披萨 那怎么办 一样继续请教Google姐 所以说我们的改版 从第一版我们的底酱 是用广达香肉酱 到现在我们是自制的一个sauce 那其实这过程中 为什么会第三十八版去订版的原因 是因为有一个外国的客人 应该是说有部落客来采访 然后一个他的男朋友 他的男朋友就是外国人 外国人他是在拿破里那边的 然后去说我们的披萨饼皮 很像他家乡的味道 我们从此以后就定版了 那可是因为我们有加了全麦 所以说这一个在口感上面调配的话 这三十八版的调配 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最后的 就是你在咀嚼那个面皮的时候 那个麦香会回韵 是最主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一直在改版的一个重点 而在创业的路上 并不是这么顺遂 连续的亏损 让老板娘也一度大退糖果 享受摊 但是老板不放弃 坚持创新披萨 如今也终于创出 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这四年来 就是真的是有血有泪 我们从四年前在芦州搬去台北 亏了一百七十万 再搬回芦州 其实这段过程是很艰辛的 甚至就是我们的希望工老板娘 她也得了那个 就是有点躁郁这样 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一路这样走来 是非常辛苦的 可是像现在的话 我们也慢慢的就是 越来越多人知道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 还蛮享受着的成果这样子 下次不管是聚餐 庆生 都可以来到这里 外带一个炸鸡 还有这么特别的披萨花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而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也请帮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分享 我们下次见 Над向 pues también 能期待 到小来 一半公里 来到小云 以免 goof 所以呢 白鳳花 我覺得蚵仔真的很新鮮很好吃 大腸很入味 大腸跟蚵仔麵線像配在一起 真的就是超讚 就是沒吃過這麼好吃的辣米 它的那個辣椒也不錯 它的辣椒很有味道 然後不會太辣 所以加進去也是配得很好 然後它的滷的滿入味的 然後味道也非常 吃起來滿滑順的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它裡面 蛋可以讓你選全熟 或是伴手 而且都是那種水煮的 不是像那種一般早餐店那種荷包蛋 然後再來是它的吐司都是現烘的 然後現烤 你會覺得吐司本身外面是脆脆的 裡面是軟軟的 然後口感算有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它是最道地又便宜又大碗 然後很多的配菜都是不膩色的 就是讓你怎麼樣吃到你算快 而且原味湯頭有 當然最重要的 又大碗就是說 看起來就是說 不要太多的那個加料 然後很原汁原味 我覺得給他們的招牌 厚切牛肉 就是真的滿厚 因為它用那種上層學花牛肉 那我咬起來呢 那個感覺就是不一樣的 因為滿厚又很韌 所以 今天的第一次體驗我覺得真的還滿不錯的 就是我很常來吃這一集店 然後因為我覺得它的那個肉都給的很大方 然後配菜也都很好吃 所以就跟其他店比起來 其他店可能都比較主要在肉的部分 就比較吃起來沒有什麼營養均衡的感覺 所以 然後就是肉也都真的很搭實 我覺得如果是男生來 可能會覺得它肉飯可以壓 然後湯也可以一層 就是可以吃滿飽的 這家的鍋貼呢 第一次來吃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特別大 然後大呢 有後面那個皮肉酥 裡面內餡 真的是 沒有吃過像這種的 我覺得吃過會讓人家 覺得我一定會要再來吃一次 它的特色它的麵啊 鍋貼水餃 還有任何 它的任何每樣東西 是真的都很美味 跟很少有像這麼的道地的食物這樣子 我就是每個禮拜都會來一次 然後在這邊教課的時候 然後教完課就會來 那很吸引的地方 應該就是它 它的豆花很特別 因為它是用黑豆做的 而且吃起來跟外面的口感很不同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個特別的地方 它可以加豆漿 所以就是整個搭配起來很 吃得還滿療癒的 你知道嗎 就是很 會讓人有很滿足的感覺 因為它豆花本身 我沒有吃過是用黑豆做的 對 所以它吃起來就是很真 不會像有些是 有些豆花店他們如果是 就是他們只能做冷的 因為他們不是那麼真的豆花 照顧 beard 很多